好 網路上最近流傳 像風電子郵件 您應該也看過 內容提醒你 如果遇到被人 挾持到提款機來取款 只要把自己原本設定的 提款密碼 倒著輸入 這提款機 會自動辨識出 密碼倒轉 暗中報警 很多民眾信為真 不過告訴您 這個詐騙的專線說 通通都是假的 說如果你被歹徒 挾持到提款機旁邊提款 只要將提款卡密碼 倒著輸入 就會不動聲色通知警方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我們照著做 但是螢幕上 竟然顯示密碼錯誤 沒關係隔壁就是派出所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警方 有沒有動靜 10分鐘過去了 警方根本沒動靜 這封電子郵件 標題寫著一定要看 說如果歹徒要求你 輸入提款卡密碼 只要將原有的密碼倒著輸入 提款機就會不動聲色報警 例如原始密碼123456 倒著輸入就是654321 如果是201035 倒著輸入就是530102 寫得好像煞有其事 讓很多民眾半信半疑 插聽之下 如果真的被寫遲的時候 還是會試試看吧 我好像在網路上看過這個東西 那當時你的反應是 我覺得是假的 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照片很多啦 郵件通知我也是連看都不看 基本上這個是不值得謠言 那個ATM並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提款卡它輸入三次這個密碼錯誤 這個卡片就會被沒收嗎 165反照片專線說 這封郵件內容都是假的啦 提款機功能並沒有這麼神 民眾可別上當 中天新聞黃建委許少平 海北報導 海北大陸 海北大陸 海北大陸